我娘是个很爱做白日梦的女人 她空有美貌 却没有头脑 艰难把我拉扯到十六岁 乐儿 你如今也快急急了 我寻思你父皇很快就会来接我们了 我娘又开始说这种话了 我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她说她和当今天子 有过一段旷世爱情 她与天子两情相悦 天子说等她有能力之后 就来接我娘去过人上人的日子 一听就是个骗子 怕是那个混小子为了不负责任 才这样胡说的吧 我爹要是皇上 我还武则天呢 娘 让让 你采到阿皇的粮食了 我面无表情地 将我那身着不衣 也风韵犹存的母亲赶到一边 阿皇小母鸡 对我娘叫了一声 似乎也在抱怨 我娘向阿皇道歉 随后补充道 你可别不信我的话 当初啊 你娘我温柔善良 就像了你身受重伤的父皇 他吃了你做的饭 对你一见钟情 我熟练地补充道 随后把阿皇的粮食全都一抛 就推着我娘去扒菜 我娘鼓着腮帮子去摘菜 一边摘孩一边嘀嘀咕咕 等我们去了皇宫 做饭都不需要我们动手 我失笑 蹲下来去掏阿皇的蛋 虽然这么多年 我娘总是做着这样不切实际的梦 但是她也的确拥有着 可能会被权贵看上的美貌 但我们村的位置太偏僻了 尿不拉屎的地方 怎么可能会有权贵路过看上我娘 就算有也不可能是皇上啊 直到皇宫来的车马浩浩荡荡 停在我家茅草屋前 我才知道原来我娘真不是在做梦啊 月儿 这么多年苦了你了 四郎 我不苦 你来接我了 那些苦值得的 月儿 四郎 月 哥哥哥 我娘和皇帝抱头痛哭诉忠常 直到阿皇看不下去 仰天长叫一声 二人才看见我抱着我的阿皇 在风中凌乱 娘 不知道你信不信 其实我上辈子是武则天来着 我娘一入宫 就独得皇上恩宠 被封为岳飞 我也飞上枝头 成了皇宫内唯一的常乐公主 但我的日子仍旧是养鸡重地 不爱出门 因为我发现 这宫内的人似乎不太瞧得上我 觉得我一身鸡爸爸胃 举止也蛮粗俗 哈哈 你们惹到俺 算是惹到棉花了 俺只是个心思敏感 会躲在被子里哭得窝囊沸 乐儿 你看 我今日的穿着怎么样 会不会把皇后压下去 我娘如今迷上了去挑衅皇后 不知道她和皇后有什么仇 她每日打扮的花枝招展 去和皇后娘娘嘚瑟她获得的恩宠 我生怕皇后娘娘怪罪我娘 把我娘打入冷宫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任由我娘怎么挑衅 皇后娘娘都不生气 我不放心 偷偷跟在了我娘身后 爬到了皇后寝殿外的树上 偷听他们说话 岳飞 红色倒是极为衬你 皇后的声音淡淡的 哼 皇后 这裙子可是皇上赐给我的 我娘的声音听起来 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红色衬你 但衣服不衬你 本宫近日得了一条红裙 那才是真的适合岳飞你 皇后的声音还是淡淡的 你可是在同我炫耀 你有更好看的衣服 我娘似乎破房了 声音有些委屈 怎么会 本宫只是觉得皇上的眼光 配不上岳飞 岳飞你皮肤白皙 年轻貌美 要穿更好的衣裳才是 皇后的声音依旧淡淡的 你 你说得倒是不错 那衣服长什么样 我穿上定是比你好看 一句话就让我娘心情好了 岳飞 你的腰好细 皇后的声音仍旧淡淡的 但我觉得怪怪的 怎么觉得我娘根本就是在被皇后娘娘溜着玩 我伸长脖子 想要仔细听一听 结果身下的树枝承受不住我的重量 支哑一声 突然断了 啊 我闭上眼尖叫 却听见了一道不属于我的声音 砰一声 我压在了一个男子的身上 嘴唇擦过了男子高挺的鼻尖 我连忙把双手撑在男子的两侧将自己撑起来 却被眼前的美色勾得晃了晃眼镜 总之潇洒美少年 举伤白眼望青天 较如玉树临风前 娘 你不再是我心中最好看的人了 我恍惚间突然感受到脑壳一疼 美男躺在我身下 弹了我一个脑瓜崩 你压够了吗 公主殿下 美男那琥珀色的眼眸淡淡地看着我 但我却看出了一丝无奈 我连忙红着脸起身 村里的男人都是些老幼病残 说起来 我都没怎么和男人接触过 这一下子又是亲又是抱的 哎哟 怪让俺不好意思的 我晕了头 竟是闯进了皇后的寝宫 想要找我娘亲告状 宫女力气没我大 拦不住我 我正想高呼一声娘 看清眼前这一幕时 声音却卡在了我的喉咙里 我娘此时看起来 整个人都窝在皇后的怀里 皇后的手搂着我娘的腰 似乎在给她系腰带 见我闯进来 我娘眼睛一亮 皇后眼睛一暗 我眨眨眼 硬着头皮道 参见皇后娘娘 皇后对我点点头 将我娘的身体扶正 小心些 原来我娘刚刚是摔倒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阿姐 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美男也跟着我进来 她叫皇后娘娘 阿姐 经过解释我才知道 原来美男叫江岭 是和皇后差十多岁的弟弟 我耳朵还烫着 本来想和我娘告状 但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 我能说 为了偷听我娘和皇后在干嘛 我从树上摔了下来 请了皇后娘娘的弟弟一口吗 而我娘看着江岭的目光 却闪着不怀好意的色彩 我瞬间觉得后背一寒 哎呀 皇后 我家男男如今也急急了 是时候给她寻个驸马了 我看你的弟弟就很不错 可以做我男男的驸马 我低个亲娘 哎你在说什么 我恨不得上去捂住我娘 这胡说八道的嘴 人家皇后是什么人 人家江家是什么家族 人家江岭是什么身份 做我这个小公主的驸马 江岭的神色似笑非笑 她看着我 似乎眼里写着 怪不得你是流氓 原来你娘也是流氓几个字 可皇后却仍旧没有生气 她似乎还思考了一番 对我道 常乐 你什么想法 我刚想说话 我娘就又说道 听说皇后家还有个侄子 也是模样俊美的 若是舍不得将令弟嫁给我男男 那侄子嫁过来也不是不行 娘 你清醒一点 皇后一时间没说话 我娘以为把皇后气到了 高兴得不行 我也瞬间明白 为啥我娘要这样说了 她这是想做皇后娘娘的长辈 压皇后娘娘一头啊 我娘乘胜追击 变本加厉道 毕竟我男男是公主 要不把你弟弟和侄子 都赖给我男男得了 一个做大 一个做小 这对皇后来说 已经是踩在头上欺负了吧 仗着皇后如今不受宠 我娘就侮辱皇后的家人 娘 你这样不对 这句话我还没说完 将令突然开口道 不成 我娘插着腰 瞪着将令 凭什么不成 我男男要娶你委屈你了吗 不委屈 将令看着我 桃花眼和那魅惑人的白狐一样 只是我追求一生一世一双人 若公主殿下有我了 可就不能有别的男人在府中了 我心中一跳 面露沉思 善度的男人 不要不要 我一脸苦大愁深地 给阿皇铲着鸡巴巴 脑海里总是浮现出 将令那漂亮的脸蛋 我娘小心翼翼凑到我身边 询问道 南南 你可是生气了 你若不想娶驸驸马 咱就不娶了 娘只是故意这么说 想着 如果皇后生气了 说不定就让我做皇后了呢 我想不明白 我娘脑回路 不明白皇后生气 和我娘做皇后之间 有什么关联 我红着脸 铲鸡巴巴铲得更卖力了 扭扭捏捏到 也不是 只是 只是 俺都想要 什么都想要 我娘咋没明白 我说的话 皇后娘娘的弟弟和侄子 俺都 都喜欢 我害羞极了 鸡巴巴一把 倒在了阿皇头上 阿皇气得大叫 虽然我没见过 皇后娘娘的侄子 但是根据那皇后娘娘 和江岭的容貌 这侄子应当也是 极为俊俏 我娘黑黑一笑 突然拍了一下我的脑袋瓜 我就说 娘还不了解你吗 毕竟好不容易当上公主呢 公主娶个驸马 再娶个师父 天经地义 我拿铲巴巴的铲子 戳了戳阿皇 阿皇都有好几个夫君呢 在家里 阿皇就有三个夫君 到了皇宫 为了让阿皇生小鸡仔 我让宫女又给阿皇 寻了两只公鸡来 阿皇这个渣渣鸡 早就把家里三个夫君忘得干净 喜欢上了宫里气宇轩昂的大公鸡 我娘蹲在我身边 敲咪咪道 若皇后的弟弟真做了你的驸马 那以后皇后就低我一头了 谁叫他总是欺负我笨 娘 原来你还知道你笨 我没想到 皇后真打算给我和江岭订婚 我埋头吃饭 不知道事情为何发展成了这个模样 皇后让我娘带着我过来 商议一下订婚的事宜 我娘又在那提着各种刁钻的要求 我一声不吭就是吃 一双骨节分明的白皙大手 突然将我的脑袋从碗里拎了起来 我茫然看向江岭 他神情淡淡地拿着帕子 给我擦拭着脸颊上的酱汁 公主殿下 你吃相倒是大方可爱 我红了脸 虽然入宫后一直有学礼仪 但是我仍旧很难改正 江岭居然也不嫌我粗鲁 还说我可爱 他是不是喜欢我 我眨着眼睛看着江岭 江岭收回帕子 勾了勾唇 我突然脸色一变 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蹭我的腿 蹭得缓慢又暧昧 我僵硬低头 发现是江岭的腿 一下又一下 哪怕被我发现了 也丝毫没有改正的意思 浑身血液都往脑袋上流 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这这这 这也太 太刺激了 我捂住鼻子 浑身发烫 我娘还在滋滋不倦 给皇后娘娘添堵 感受到一股热流 从我鼻子间流出 我嗖得站起身 往外跑去 娘我吃饱了 我先走一步 恍惚间 我似乎听见身后 传来一声轻笑 江岭真的不是 狐狸惊变的吗 我顶着硕大的黑眼圈 给阿黄和他的相公们 喂吃的 这几日 随着订婚的开展 我一闭上眼就做梦 梦见江岭变成了 一只大狐狸 大狐狸用尾巴 勾着我的腿 柔声问我 要不要摸他尾巴 吓得我直接惊醒 什么味道这么怪啊 外面突然传来 一声娇吓 一身着粉裙的姑娘 带着一帮宫女太监 就冲进来 我的院子里 我的贴身宫女 哭丧着脸 到我身边说 公主 这是丞相家的 嫡小姐顾洛洛 她带的人太多 我没拦住 咕噜噜 好怪的名字 顾洛洛闯进我院子里 闲雾地看着我的鸡眷 她目光不善地 把我从头到脚都打量了一遍 你就是和姜哥哥订婚的公主 又臭又脏 哪里值得姜哥哥喜欢了 我站起身 也上下打量了一眼顾洛洛 撇了撇嘴 道 可是她的确很喜欢我 大狐狸都勾我腿了 她肯定喜欢极了我 顾洛洛因为我这一句话气的脸发红 她推散了我一把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 这么粗俗 香巴佬 是不是你逼着姜哥哥娶你的 顾洛洛推我的力气软绵绵的 我丝毫未动 我看智障一样 看着顾洛洛 不是姜岭娶我 是我娶姜岭 你好像弄错了 你 顾洛洛似乎更生气了 贱人 你胡说八道 她居然抬起手 就要给我一巴掌 我眼疾手快 和顾洛洛击了个掌 只是我力气有些大 顾洛洛一个没站稳 就摔到了阿黄的窝里 啊 顾洛洛崩溃大叫 她干净的衣服瞬间脏了 还散发着怪味道 我不好意思地说道 咕噜噜 我今日还没给阿黄缠屎呢 顾洛洛脸都绿了 阿黄见自己的地盘 闯进了一个陌生人 连忙叫着反抗 没等我将顾洛洛扶起来 姜岭就急匆匆地冲了过来 她一言不合就拎着我 上下看着 语气焦急 没事吧 我看见姜岭 梦里的内容又浮现了上来 瞬间变得扭捏起来 姜哥哥 他把我推到基石里 你为我做主啊 顾洛洛被他的侍女扶起来 哭着要靠近姜岭 我连忙拉着姜岭 后退一步 我学着我娘告状的模样 看向姜岭 指着顾洛洛道 未来驸马 他欺负我 你 顾洛洛睁大眼 没想到我恶人先告状吧 江岭见我无事 将我扯到身后 他看着顾洛洛 声音带着冷意道 顾洛洛 虽然你爹是丞相 但常乐可是公主 不是你能够随便欺负的对象 你对公主出言不逊 可想好是什么后果了吗 顾洛洛眼眶红了 我觉得他是因为被自己心爱的男子 凶了才哭的 我拉着江岭的衣袖 探头对顾洛洛说道 咕噜噜 江岭是我的准驸马 插足别人是不好的行为 你要不还是换个人喜欢吧 我叫顾洛洛 顾洛洛跺了跺脚 哭着跑走了 江岭转过身看着我 轻轻叹气 像摸阿皇一样 摸了摸我的头发 公主没被欺负就好 记住 你是公主 你怎么做都是对的 别人找你麻烦 你就下巴一抬 眼神一瞪 告诉她 你有什么资格和本公主说话 就行了 我抬起下巴 眼神瞪着江岭 你有什么资格和本公主说话 这样吗 率不过三秒 我就眼巴巴地看着江岭 江岭似乎是笑了 她抿了抿嘴 沉吟道 嗯 公主真棒 我又想去找我娘告状了 结果就是 我在我娘寝宫没找到我娘 我果断敲响了皇后娘娘的门 今日皇后娘娘好像免了请安 一副刚睡醒不久的模样 头发都没有盘起 随意落在肩头 我呼吸一致 被美色冲击到了 皇后娘娘安 打扰了 我健壮 觉得皇后娘娘刚醒的话 我娘也不可能在这里 结果皇后说 找你娘 进来吧 嗯 楠楠 我看见我娘衣衫不整地 在皇后娘娘身后 叹了个头 她比娘娘矮半个头 站娘娘身边 看着和我一样大 我娘似乎没有意识到 她和皇后娘娘这样 衣衫不整出现在我面前 对我的打击有多大 我进屋 喝了一壶茶 看着我娘闭着眼睛 任由皇后给她晚发穿衣 娘 你怎么在皇后娘娘这睡 从时招来 见我娘在我身边坐下 我连忙逼问 我娘戳了戳手指 还不是皇后太窝囊 昨日被贵妃欺负到头上来了 也不生气 我和贵妃对骂老半天 等贵妃走后又骂了皇后老半夜 然后我骂睡着了 原来昨日贵妃来皇后请宫 嘲讽皇后不得圣宠 嘲讽皇后是个下不了蛋的母鸡 还说皇后人老朱黄 不如早日自请下位 把皇后位置腾出来 让给她来坐 我娘听了 瞬间炸了 推门而入就骂贵妃 皇后的位置当然是我娘的了 我娘把贵妃对了一通 贵妃顾及我娘 如今圣宠不衰 气愤离去 我娘见皇后被人欺负到头上 也不反抗 又抓着皇后骂了一宿 然后睡着了 还是皇后给她脱衣服梳洗的 我挠了挠头 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 娘 贵妃把皇后娘娘欺负让位了 你不就有机会做皇后了吗 我小声提出我的疑惑 我娘继续戳手指 那不行 那皇后被贵妃欺负让位了 皇后不就是贵妃的了吗 不行 只能我欺负皇后 我又没懂我娘的脑回路 这么一闹 我也没了告状的心思 连忙告辞 途经御花园 我突然瞧见那梅花树下 站着一个绝色美男 她仰头看着梅花 木带笑意 我平住呼吸 连忙问我的宫女那是谁 宫女告诉我是皇后娘娘的侄子 我擦了擦口水 果然 皇后娘娘的侄子也是惊为天人啊 我整理好仪表 抬起下巴 决定用我公主的风姿 让侄子蛰伏 可我才迈出去一步 就被人拉入了一个充满烛箱的怀抱之中 眼睛也被一只大手蒙上 公主 猜猜我是谁 我汗流加倍 睫毛疯狂眨动 明明 我还什么都没有干 但是却感到一阵心虚 随之 我随口换了一个名字 开玩笑的话 我可是要生气的哦 啊哈哈 我开玩笑的 空气沉没了一会 公主 那你猜猜我到底是谁 还能是谁 当然是我的好宝贝了 公主 身后的声音渐渐变得危险 我连忙些了逗人的心思 江岭江岭 江岭倾笑一声 酥得我耳朵都要掉了 公主 我是杜夫 你若是那小妾 我就咬断公主的脖子 善渡的男人太可怕了 感受到江岭在我脖子上吹了一口气 我连忙弹跳开 转身就跑 娘 我不要驸马爷了 男人好可怕 我回到寝殿 正好遇见了前些日子认识的乐师 隋之 是的 的确有隋之这样一个人 他是宫内的乐师 头上传着花 双眸似水 但是眼里总有化不开的忧愁 他有卧病的老母 清贫的家和家暴的父亲 还有个年幼的弟弟 充满破碎感 我瞬间就对他产生了同情 自从我和他相识 他就日日来帮我喂鸡 天大的好人啊 公主 今夜是满月 随之可有幸邀请公主 一同去御花园赏月 随之为公主准备了古琴一曲 随之脸上带上了微笑 她的笑容里带着化不开的愁绪 让人想要一探究竟 但我鬼使神差地想起了江岭的话 浑身一击灵 但是我又不忍心拒绝 因为随之那寒水的毛子 直直地盯着我 似乎我拒绝他 他就会哭出来 男人的泪 杀人的刀 我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 不过我偷摸着写信 告诉了江岭 我都和他报备了 他总不能咬我吧 是夜 我如约到了随之所约的地点 我竟不知宫内还有这样一处 无人来此的狐心亭 随之衣袭白衣 宛若跃下仙人 古琴的乐曲也如流水叮咚 无比动听 二八家人体四苏 腰间杖剑斩于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 暗教君王骨髓哭 随之的唱词我 并不能完全听得明白 只觉得此情此景极美 可是下一瞬 变故横生 随之突然飞身向我冲来 他手上不知何时 拿起了一个匕首 直直向我刺来 我躲闪不及 心中懊悔自己 为何没带个人陪同 电光火时间 一把长剑飞出 穿过随之的肩膀 将其牢牢定在了停柱上 我腿一软 落入了竹箱的怀抱 公主 没事吧 江凛的声音压抑 似乎饱含担忧 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感觉 太难受了 我看着江凛 只觉得鼻子一酸 说不出任何话 江凛叹了一口气 将我的头按在胸口 轻轻摸了摸 他对着随之 冷声道 谁的人 为何对公主动手 公主 呵 岳飞红颜祸水 搅乱朝纲 勾引皇上不理朝政 醉不容诛 他身为岳飞之女 却对此纵容 他不该死吗 原来 如今皇上对我娘的恩宠 已经传出了宫内 皇上建立行宫 增加税收 寻欢作乐 民间百姓苦不堪言 自从我娘的恩宠传了出去 我娘在民间红颜祸水的称号 越来越响 他们不敢去怪皇帝 只敢把一切推到我娘的身上 说是我娘给皇帝煽风点火 勾得皇帝不思朝政 随之被人带走 我却很想哭 皇上宠爱我娘 为何就是我娘的错呢 为何百姓要说 我娘是红颜祸水呢 建行宫 不思朝政 不是在我娘入宫以前 就已经开始做的了吗 红颜非祸水 贱窃亦可惜 千忧惹是非 皆因尘俗起 帝王无用 罪却是妃子的吗 劫后余生的后怕 让我忍不住鼻酸 见我落泪 江岭似乎是有些慌张 她有些笨拙地给我擦眼泪 语气温柔 公主莫怕 岳飞那边有我阿姐护着 定不会有事 这样不理智的人还是少数的 大部分百姓还是知道 如今王朝一蹶不振的源头是什么的 他们只是寻个借口 发泄自己的怒火 公主不哭了 好不好 不害怕 有我在 无人可以伤你 江岭轻声哄着我 可我却越来越想哭 我手不经意抵在她的胸肌上 哭着哭着 思路确实歪了 我好想捏一下 硬硬的 宽宽的 好喜欢 江岭见我哭得不行 看向一旁的古琴 突然道 公主可想听曲 我给你弹好不好 别哭了 我遗憾地看着江岭的胸膛离我而去 江岭一身悬衣 低头弹琴 我觉得她比随之要好看一百倍一万倍 风吹起了江岭的发丝 我正正地看着她 连鼻涕也忘了擦 清清紫巾 悠悠我心 公主可知何意 这一刻我看不见头顶明亮的满月 看不见一旁波光淋淋的湖水 我只能看见江岭温柔的双眼 青色的衣服是你的心 我没读过书 一通胡言乱语 心脏好像要坏掉了 这一刻我好像对我的未来驸马图谋不轨啊 一曲弊 江岭走近我 牵起了我的手 她带我上了这无人居住的寝殿的屋顶 同我并肩坐着赏月 她拿出帕子 细心地替我镜面 丝毫不嫌弃我 公主啊 你当真将我忘了个干净 江岭叹了口气 她歪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沉沉的 我坐直身体 让江岭靠得舒服些 听了她的话 想不起来 我何时忘记过她 公主 我八岁时 可是与你相处过一段时间 那时候 我阿姐不愿意嫁给皇上 选择了离家出走 我们顺着痕迹寻到了你们村 但是还是没找到阿姐 我找不到阿姐 以为阿姐死了 没忍住哭了 被你们村里的男孩说是小姑娘 我和他们打了一架 我力气小 打不过他们 当时只有四岁的你 手里抱着一只小鸡 像个小炮弹一样冲了过来 把鸡把拔倒在了那些男孩的身上 把他们赶跑了 你人小小的 却拿着小帕子 给我擦干净眼泪 将我身上的灰尘排干净 还把小鸡给我玩 我跟你回家 以后就神奇地看见了阿姐 我觉得你真的和天上的仙子一样 我听着江岭同我诉说她的记忆 感动之余突然有些奇怪 灵光一闪 我脸上感动得神情一顿 江岭就是小时候那个被男孩子欺负哭的小女孩 虽然小时候的记忆模糊不清 但这件事我可是记得的 那个小女孩哭得梨花带雨 漂亮极了 四岁的我大喝一声 英雄救美 惹得人家小女孩抱着我不撒手 我还美滋滋的 原来小女孩是你呀江岭 我不好意思告诉江岭 我也以为她曾经是小女孩的事情 故作深沉道 没想到我们这么早就认识了 江岭往我肩膀上蹭了蹭 童年的记忆只是让我对你有所好感 但在阿姐宫内看见你的那一刻 我就对你一见钟情了 公主 我心悦你 我脸上的热度慢慢生疼 随后我小声道 驸马 我也心悦你 既然我们两情相悦 是不是可以提前做些夫妻可以做的事情 哦 江岭抬起头 她的耳朵瞬间通红 我戳着手指 扭扭捏捏 我想摸你的胸肌 我娘知道我差点被人杀了 后怕得嚎啕大哭 我哄不住 只好将皇后娘娘叫来 江岭也在 自从我想摸她胸肌 却被拒绝以后 我们之间的气氛就变得怪怪的 皇后娘娘一来就进屋哄我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我是要被杀的那个 怎么我娘吓得这么厉害 我和江岭偷偷摸摸地靠在门口 偷看皇后娘娘怎么哄我娘 我娘居然哭得埋在了皇后怀里 她轻轻捶着皇后 质问皇后是不是一直在看她笑话 是不是故意纵容她独得恩宠 让她变成红颜祸水 皇后无奈搂着她 任由我娘撒气 若白 你当真是不明白我 听了皇后娘娘的话 我才知道 原来我娘和皇后娘娘 有这样一段过去 我娘年轻的时候 是村里的一枝花 人美心善 当时我外祖母还没去世 所有村里想打我娘主意的小伙子 都被我外祖母打走了 某天 我娘救了当初被人追杀的 还是太子的皇帝 和还没有嫁给太子的皇后娘娘 我娘精心照顾他们 给二人煎药疗伤 明明家里也不是很有钱 但是却执意救人 我娘的记忆里 她和太子一来二去互诉忠常 自从知道太子和皇后娘娘 不是夫妻关系后 我娘就和太子定了情 但是在皇后的记忆里 却是不一样的视角 皇后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冷心冷情的家庭 因为身份的原因 也没什么朋友 我娘善良 温柔 照顾皇后 还给皇后做饭 给皇后梳妆 皇后从没有见过我娘这样的人 又笨又温柔 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就敢随意施救 皇后还记得 她被我娘救的时候 即将就是她的生辰 我娘半夜才知道 硬是爬起来 给皇后做了一碗长寿面 碗底窝着两个荷包蛋 后来离开村子后 皇后被家里逼着嫁给皇上 她叛逆 离家出走 又去找了我娘 我娘也缺心眼 心疼皇后 就收留了人家 结果皇后还是被抓回去了 皇上其实本来已经将我娘忘记了 是皇后提起 才将我娘接回来 然后因为我娘漂亮 才重新宠爱上 我娘听了皇后的话 哭得更大声了 你傻呀 两个荷包蛋就赖上我了 我家母鸡下的蛋太多了 放久了要坏 我才给你多放一个的 我文言闭了闭眼 得 我娘是个傻的 我转身不想继续听了 却发现 姜林站在我的身后 她将我抵在墙上 倒是听了一个全神灌注 我拍了拍她 示意她低下头 姜林没有多想 低下头 以为我要说什么 而我仰头 在姜林的唇上 落下一吻 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姜林的脸 肉眼可见的变得通红 睁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我耳间发烫 没想到姜林居然意外地纯情 我想说些什么 但是姜林已经一下子窜霉了身影 我故作镇定地插腰 就该是这样 公主就应该宠着驸马才是 怎么能天天受驸马保护呢 民间关于我娘 红颜祸水的谣言越来越多 甚至有很多话本将我娘描述成会吃人心的狐狸精 谣言都传到了我娘耳朵里 我娘和我一样是窝囊废 她当下就和皇上说 让皇上与路均沾 别老是只宠她一人 但是皇上不听 执意要来我娘的屋 可我娘却对皇上产生了抗拒 月儿 圆河躲着阵 阵对你多好啊 皇上摸着我娘的头发 可我却发现我娘脸色苍白 全然不是之前那沉溺于幸福的模样 我察觉到我娘的害怕 连忙去找皇后娘娘帮忙 可皇后娘娘的屋内争吵声不断 我听见了姜林和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必须杀了岳飞和公主 陛下这是在和我们作对 若是任由她继续宠爱那个女人 这个国家就真的完了 男人的话让我血液都有些凝固了 皇后 你还想这样心慈手软到什么时候 你当真打算自请废后吗 若你不做皇后 我们家还如何在前朝后宫都有如今这般地位 爹 别再逼我了好吗 我自然不会自请废后 但我也不会杀了岳飞和常乐 他们是无辜的 无辜之人死的还不够多吗 爹 屋内的争吵没头没尾 我也只听出来一些内容 原来皇上是故意宠我娘的 如今朝廷之上 皇上越来越昏庸 话语权也越来越小 被江家压得抬不起头 江家是真的无比在意江山设计 江家曾经对皇帝宠爱 哪个妃子都盯得很严 不想让皇帝沉迷美色 昏庸朝政 但是连自己睡女人都要被管控 皇上受不了了 他赌气要废后 却被江家压着不敢废 皇上也知道 我娘对皇后重要 想给皇后添堵 于是皇上骗我娘 说是因为皇后阻挠 我娘才做不成皇后 只要皇后自己答应废后 那么皇后之位就是我娘的 我娘是傻的 但皇后不蠢 于是废后不成 皇上换了种法子 开始将我娘塑造成红颜祸水 以我娘为借口 开始各种寻欢作乐 反抗江家的压制 但是江家怎么允许皇帝 如此败坏自己的名声 去宠爱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女子 所以提出干脆杀了我娘和我 没了我娘这个借口 皇上为了自己的颜面 短时间内自然不可能 继续过分昏庸无道 我害怕极了 不敢再继续听下去 转身就跑 无意间踩中树枝 身后传来开门的声音 是江岭追了过来 公主 别过来 我后退一步 不敢靠近江岭 颤抖着声音 你是想要杀了我吗 江岭 江岭眼里闪过受伤 她不顾我后退 将我抱入怀中 话还没听完就跑 把自己吓成这样 我和阿姐自然不可能同意我爹的说法 她是个老古董 做法顽固 不知变通 事情如今还不至于要到牺牲女子的地步 我和阿姐有法子处理此事 公主 你别怕 具体的事情我无法同你说 你信我可好 虽然我嘴上答应江岭 但我回寝殿后就开始收拾我的东西 我打算带着我娘回家 这个皇宫不适合我们 它太过复杂 不是我娘和我的脑袋能够弄明白的地方 但我娘却松开了我的手 轻轻摇了摇头 我焦急道 你可是舍不得金钱 娘 我带了很多值钱的东西 够我们一辈子富贵了 我娘低声道 我不放心皇后 她自己都自身难保 却还在担心皇后 砰的一声 似乎是炮火炸开的声音 随后一阵地动山摇 我连忙拉着我娘蹲下身子 阿皇尖叫着从屋外跑进来 我也赶紧将阿皇抱在怀里 我们所在角落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宫女急急忙忙进来 不好了娘娘 公主 江家谋反了 我们院子已经被江家的士兵围住了 我瞳孔皱缩 没想到江岭同我说的是这个办法 心脏不受控制的剧烈鼓动 我娘紧紧拽着我 我们二人都有所牵挂 可我和我娘都知道 这个时候我们出去 就是给江岭和皇后娘娘添乱 江家的士兵围着我们的寝殿 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 我抱着瑟瑟发抖的阿皇 搂着我娘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渐渐失去耐心 无数可怕的画面在我眼前划过 我担心江岭 担心我的驸马 我出去看了一眼 江家的士兵瞬间拦住了我 不让我出门 我只好回屋等候 不知道等了多久 阿皇都要睡着了 门被人推开了 我猛地抬头 来的人是身着铠甲的江岭 和皇后娘娘 江家 胜了 我眼泪瞬间就落了下来 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看着脸上沾染血迹的江岭 我只想飞过去给她一个熊抱 而我娘动作更快 她哭着扑向了皇后的怀里 混蛋 你一个女子 打什么仗 你要死了我怎么办 而且我还要做皇后呢 你谋反了 我怎么做皇后啊 皇后连忙丢下手中的剑 拍着我娘的背红 我扑向江岭的动作一顿 哭声卡在了喉咙里面 而江岭却是静止走向我 紧紧将我拥入怀中 她语气里带着笑意 蹭了蹭我的脸 公主 我来接你了 我不曾骗你 对吧 的确 江岭和皇后的法子很简单 皇上不听话 那就换一个好了 我红着眼看着江岭 猛地抱住她 哭得比我娘还大声 你怎么都不和我知会一声啊 你要是死了 我就没有驸马了 干嘛什么事情都不和我说 哥哥哥 阿皇大叫一声 冲出屋子去找她的两位夫君了 王朝迭代 江家本意让江岭做皇帝 但是江岭不乐意 于是江家寻了个宗室的孩子继位 江岭 你缘何不乐意做皇帝 那可是九五之尊位 我掏着阿皇的鸡蛋 江岭捏着鼻子给阿皇缠屎 闻言 他轻轻一笑 我只想做公主的驸马 给公主拟暖被窝 我红了脸 捶了一下江岭的胸肌 讨厌 江岭倾咳一声 捂住了胸口 为了满足我娘做皇后的心思 皇后特地让新帝 给我娘封了个太后的名号 哄得我娘找不到北 我们离开了皇宫 到江家的封地 过上了我未积 江岭种地的日子 皇后也跟了来 照顾我娘的活不知不觉 被皇后抢了去 皇后和江岭这对姐弟 也属实奇怪 他们之间有一种诡异的胜负欲 每天他们都变着花样 给我和娘扎头发 似乎谁的好看一些 谁就赢了 我和江岭大婚那日 我兴奋地摩拳擦掌 定要让江岭知道谁是主人 可当我喝完酒 推开房门 却看见江岭红着脸坐在床上 她昏符此时敞开着 露出的肌肉线条若隐若现 漂亮的桃花眼笑着看向我 每个动作都像是精心设计的 公主 你要摸摸我的腹肌吗 这是明晃晃的勾引 我试图抵抗 可是一喝完浇杯酒 我就被江岭兰腰抱起 坐到了腿上 室内温度慢慢升高 温柔又不容抗拒地稳 渐渐落下 公主 从今以后 你想对我做什么 都可以了 我迷迷糊糊地 觉得自己的计划 好像失败了